翠翠,原来是你啊,你怎么会在这里 张翠正在这家酒店做服务员 看见蒋世杰,他也挺惊讶的 原以为不会再见面了,没想到会这么快 蒋嫂,我在这里打工啊 没想到我们还真是有缘分啊 你看,这才没过多久,又见面了,嘿嘿 蒋嫂,您来这里做什么啊 我今天是来相亲的 对了,翠翠,和洋水水的关系这么好 你怎么会来这里打工啊 而且还是做服务员 洋水水随便给你安排一个工作 也比这轻松啊 我只想靠自己的努力生活 我不想麻烦别人 水水他对我很好 他给我安排的那些工作 我未必能做得好 我在家里干活喜欢了 来这里当服务员 我觉得很适合我 蒋世杰觉得 这张翠还真是一个好姑娘 有那么好的条件 她竟然都不用 非要靠自己的努力 现在这种姑娘真的是不多了 翠翠,你这又是何必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 也可以找我帮忙 我可以给你安排一份工作 工资比这个高 而且干活也不累 你觉得如何 谢谢你 蒋少 不用了 我会靠自己努力往上爬的 我现在虽然是服务员 也许以后我就是领巴了 是大藤经理了 说得对 你真是一个特别的姑娘 蒋少 我还要干活 既然你今天是来相亲的 那我就祝你相亲成功 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好的女孩子 这有什么好祝福的 我这是被逼无奈的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啊 张翠忽然低着头 蒋少 这福气我可能真要不养 我之前也相亲过 可是后来遭到了背叛 蒋世杰一听 立马来了兴趣 什么背叛啊 你说来我听听 就是我的相亲对象来我家订亲的那天 他和我的堂姐在一起了 那你也太惨了 不过没关系 证明那个男人眼光不好 像你这么好的女孩子 他都不好好珍惜 以后他一定会后悔的 蒋世杰许久没有去 这是蒋母过来催促他了 阿姐你怎么还不过来 脆脆我先过去了 蒋世杰来到了蒋母面前 蒋母瞪了他一眼 你可真是死刑不改 风流成性 今天可是相亲 这么重要的日子 你迟到不说 竟然连服务员也不放过 您这是要气死我吗 妈 你想多了 我和那服务员没什么 之前见过 就打一声招呼而已 你别把我想的那么坏 感觉只要是个女人 我都想聊一把四的 你少给我找借口 你女性朋友遍地都是 我可警告你 今天你的相亲对象 可是云城的王家大小姐 你待会儿好好表现一下 王家在云城的势力可不小 要是我们能和王家联姻 对我们蒋家来说 是最好不过的 好了 你别说了 一直听你牢牢道道的 我耳朵都起剪子了 包间里面 王家小姐以及她的父母都在 这边是蒋世杰与她的父母 不好意思 今天路上堵车 所以迟到了 阿姐 你快给王小姐道歉 王小姐 对不起 今天路上耽搁了 没关系 王媛媛打量着蒋世杰 感觉长得还可以 不是一个丑八怪 相亲可以继续 既然人来了 那就上菜吧 这时 服务员端着菜进来的 这个服务员正是张翠 蒋世杰看到是张翠 立马对她眨了眨眼睛 张翠也看到了蒋世杰 被蒋世杰的眨眼给吓到 手一抖 手里的菜竟然散了 刚好将王媛媛的裙子弄脏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瞎了吗 还是没长眼睛 上的菜竟然能上在我的裙子上面 简直呆死 你知道我这裙子多贵吗 张翠一脸害怕 对不起 小姐 我不是故意的 您这裙子多少钱 我可以赔点你的 王媛媛冷笑一声 赔钱 你赔得起吗 这裙子是独家定制的 要一百万呢 你怕是倾家荡产也赔不起 这酒店的服务员素质 怎么会这么差 没经过培训吗 竟然会犯这样的错误 张翠害怕的哭着说道 对不起 我就算是打一辈子的工 我也会还你的 蒋世杰健壮 替张翠姐为她走了过去 你们不要为难她了 她应该是新来的 谁没有犯过错误呢 人家在这里上个班也是不容易 一条裙子而已 王小姐 待会儿我赔给你 蒋世杰 你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我故意为难她了 我可没这么说 我只是觉得 这是一件小事情 得饶人处且饶人 她也不容易 她不容易是我造成的吗 我凭什么要原谅她 好好的一天心情都被毁了 对不起 我给你跪下了 我不是不赔 只是现在真的赔不起 我会努力打工攒勾钱给你的 算了 圆圆 今天咱们是来相亲的 世杰说的对 你就不要为难她了 你要大度一点 今天就当我给江少一个面子 赶紧给我滚 看着就让人倒胃口 蒋世杰将张翠拉了起来 翠翠 你先下去吧 这里我来处理 对不起江少 耽误你们就参了 看着张翠离开的背影 江世杰心里莫名的有些恐慌 对不起呀 让你们见笑了 不要因为一个香马劳影响到两家的关系 张翠出去后 在外面一个人默默哭泣 自己真是太没用了 才上班几天 就出了这样的差错 这裙子一百万 我怎么赔得起啊 就算是把自己卖了 也不值这个价 正在这时 蒋世杰出来了 翠翠 还在为刚才的事情难过吗 你别伤心了 事情我已经帮你搞定了 那裙子我给你赔了 蒋少 那怎么好意思呢 这是我犯的错误 应该由我来买单 你放心 我会好好挣钱还你的 不用 一百万对于我来说小意思 可是你自己要挣多久啊 你不用还 你安心的工作就是 可是我觉得我很笨 这一点小事都做不好 你别这样想 你是最棒的 你刚才说过 你不会是一辈子的服务员 你将来可能是领班 是大堂经理 甚至是总经理 所以你别气馁 在蒋世杰的安危下 张翠重拾信心 蒋少 谢谢你 我会加油努力的 不过 那钱我还是会还你的 我不会占你便宜 蒋世杰笑了笑 他都说不用还了 他还这么坚持 就由他去吧 他这么做 都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 蒋世杰相亲结束了 王家的人走了 今天日子没看好 一个服务员让王家小姐生气了 阿姐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那个时候 你应该帮着王小姐 站在王小姐这边 你怎么还帮着服务员呢 搞得王小姐对你的印象也不怎么好 哼 我还对她的印象不好呢 一个小小的服务员也要为难 我看是她自己尖酸刻薄 这样的人 我才不喜欢 你怎么这样 这王小姐有什么不好的 我告诉你 下来以后 多约人家出来 好好道歉 挽回人家的心 行了 我知道了 随后 蒋世杰离开了酒店 就在酒店门口 张翠追了出来 蒋少 你等一下 翠翠 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蒋少 为了感谢你刚才帮我解围 这是我亲手做的小吃 送给你 翠翠 你真是心灵手巧 竟然还会做小吃 蒋少 今天要不是你的话 我可能就真的要丢工作了 不用客气 以后有困难找我 这是我的电话 蒋世杰给了张翠一张卡片 上面记录了她的电话 这时 一个穿着暴露的女生气冲冲地走了过来 你是神 你竟然在这里勾引我的男朋友 张翠一脸猛逼 我 我没有啊 没有才怪 刚才你那妇产妹的样子 不就是吗 说完 李可可就打了张翠一巴掌 李可可 你是不是疯了 你打她做什么 蒋少 她勾引你 难道你忘记了 我才是你的女朋友 蒋世杰一脸凶狠 赶紧给翠翠道歉 赶紧的 我不要道歉 她是什么人 你竟然如此维护她 你不道歉的话 我们就分手 李可可哪里敢失去蒋世杰这样的有钱人 于是只能上前道歉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